好 坐在我旁边的就是知诚国际移民顾问Peter 黄先生 我是以前商会的一个朋友 我也知道Peter哥对台湾很熟 现在Peter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想大家都看正 香港人想找多个保险图身门 就是保险门 也有很多的移民顾问公司在香港存在 好了 我又想问 我介绍给Mihk 你和其他移民顾问公司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太多不同任会 给你们看五大特点 第一就是我们三十多年经验 其实我们以前一直做英美澳楼 全世界有移民的地方我们都曾经涉及过 今次这一圈最主要就是做台湾 第二个就是我们都是两地会计师 我们自己本身是会计师 台湾我们自己的人都是会计师 有什么好处呢 可不可以重复这一点呢 会计师当然是专业 守法 所做的事完全合法 所做的程序完全是跟着法律所要求 完全不会坏 有些会计划 或者特别贵不会 因为我们都是跟公会的 会计师公会有限制的 第二我们就会全程跟进 就是说香港也跟进 台湾也跟进 第二就是方案的配套 因为每个人 每个家庭 或者每个要求都不同 我们每一个贴身给你一个方案 甚至你去到居住的问题 读书的问题 或者投资的问题 或者业务问题 或者买不买楼的问题 我们都给你意见 你放心 我们不会催大家去买楼 最好不要买钱 先去看看地方如何 住在哪里 先去买楼 最后就是收费 我们收费不敢说最低 但非常合理 透明 专业 我也想问一个问题 前一两次跟你聊天 你也有说过 如果过去是搞生意 是不是有一些生意是可以托你们去帮忙处理的 主要是分三类 第一类是大家喜爱的生意 我很喜欢画画的人 开一间画室你自己去经营 所以是想弄碗昏吞免多 绝对没问题 你有时间可以学呲inar dol 给我们经营 我们就可以整个经营的业务 符合了法例 投资移民的要求 亦符合了你的兴趣 有个生意 如果是这样 有很多人 一家四口过来 爸爸还想过去 在香港再赚多几年钱 要不然妈妈和小朋友过去读书 如果像之前所说的 另外他在台湾居住 只要第一年居满11个月 就可以申请护照 是 绝对是 如果两边走有什么情况 最简单的做法 当然是赚钱的 继续赚钱 有空的话就去那里住 读书的话一定是没问题的 读两个季度 已经11个月了 所以通常一般都是妈妈在那里 照顾小孩读书 起居饮食 接着他就拿到护照 他拿到护照的时候 爸爸就一定可以随时跟着他 有空的时候才去拿 都没问题 OK 如果你有更多的资料 想和Peter Hing去拿到的 或者有些问题是你不方便 就是谈过我们的WhatsApp 或者问Peter哥的 建议大家参加8月3日 在尖沙咀 Peter哥会主讲的一个 如何去台湾拿到居留权的赶座 希望大家踊跃去参加 电话是多少号 34212192 34212192 Peter哥 Anxiety等你大家的电话 欢迎订阅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